咱今天接着昨天说这个谷二头肌的这个例题 我看看这个例题 通过这些例题呢 我们把这个谷二头肌的这个基本概念 还是给它熟悉一下 好 我们看例题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cles are part of the hamstring 这个是锅绳肌 哪一个 以下哪一个 Which of the following 哪一个肌肉 是郭绳肌的part of的 这是一部分 谁是郭绳肌的一部分 我们昨天说了这个讲的是谷二头 谷二头属于后面这个郭绳肌肌组 有三个肌肉组成这个郭绳肌 好 我们看例题当中的答案 A呢叫做gressless 谷伯肌 B solos 我们的比目鱼肌 C basic famous 我们的谷二头 D呢 是record famous 我们的谷织肌 谁是这个郭绳肌的一员 C 谷二头 谷二头是郭绳肌的一部分 我们这个谷伯肌是谁的一部分 额度基建 谷织肌呢 谷四头肌啊 像这种题的这种就是一个模式 一个初题的一个模板一个模式 以下哪一个肌肉是什么什么的一部分 是谁谁谁的一部分 你看后面这个字是谁 如果要是谷四头 我们就选谷直肌 如果要是无数肌剑 我们就选这个谷伯肌 如果要是说这个hamstring 我们就选这个谷二头 当然了 除了谷二头之外 还有可能是什么答案 如果没有谷二头 还有可能是谁啊 半膜和半肩啊 用半膜和半肩任何一个替换这个谷二头 都是这道题的答案啊 好 我们看例题10 Hypertensity in what muscle can restrict Combin head the extension and the knee flexion A 就做Glottal Minimus B B Besset Femurs C Solus D Quarter Femurs 好 这道题问题是什么呀 身宽去膝 一个高张力的肌肉 这个肌肉能够怎么样呢 限制了这个宽关节的身和气关节的趋 身宽去膝 把这搞清楚啊 趋宽身膝 身宽去膝 这是两组完全不同的动作 好 他们说的这个是限制了 身宽去膝 是这样的动作 这个叫身宽去膝 这个叫趋宽身膝 把这搞清楚啊 好 答案呢 答案呢 是 囤小肌 股二头 我们呢 比目鱼肌 还有这个是股方肌 这四个肌肉 谁 对于身宽去膝 有一个限制作用 股二头 股二头肌啊 因为它这个前提告诉你了 一个高张力的 什么是高张力 就是过度紧张 这个肌肉啊 因为它过度紧张 所以限制了这个动作 啊 所以呢 过度紧张 就是股二头 好 下面就是例题十一 C Which are the two primary actions of the bicep femurs A E Extend the leg at the knee joint and flexing the tight at the hip joint B Flexing the femur at the abral joint and spawning to the joint at the radial owner joint C Extending the femur at the abral joint and pawning the femur at the radial owner joint D Flexing the leg at the knee joint and extend the tight at the hip joint 说的 羊羊撒撒 一大堆 谁帮我看看 这道题问的是什么 应该选谁 这道题呢 问题其实不复杂 哪一个 是两个主要的动作 关于这个骨二头 我们在概念当中说了 骨二头的最重要的 两个动作就是什么呀 是什么动作 身宽屈膝 对吧 身宽屈膝这个动作 就把这腿扬过去 这叫身宽屈膝这个动作 这个就是骨二头的 一个标准动作 也是郭生基基组的 一个标准动作 好 我们只要找到这个动作 就对了 但是他这答案呢 写的特别复杂 我们先看一看啊 其中包括了 什么怎么样 小腿 膝盖 大腿 髋关节 这个B呢 是胳膊 手肘 然后怎么样啊 坐悬上 还有这个 饶齿关节 看到这的时候 大家首先就想到一点 这个B选项 跟这个骨二头肌 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他在上肢呢 他描述了半天 就是我们胳膊的动作 说的手肘 说的前臂手肘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呢 不管它是什么动作 这个时候就不需要 再去仔细的去想 Spawning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这个要 饶齿关节又怎么动 这个根本就不用动脑子想了 因为人家问的是下肢的这个骨二头 大腿后侧 所以跟这个手肘一点关系都没有 把它砍掉 PASS C也是一样 说的最复杂的就是这个C 但是呢 一看 这也是手肘肘关节的动作 所以根本就不去考虑 我们只看 A和D 这两个描述的是腿 膝关节 还有大腿宽关节的事情 那么我们既然知道骨二头 是身宽屈膝 我们就找一个身宽 或者有屈膝代表性的 先看A extend the leg at the knee joint 这个说的是什么呀 膝关节的extend伸展 这个说的是身膝 而且呢后面还有 and的一个flex的 曲 hip joint 曲宽 谁是深膝曲宽 这种动作 对吧 A 最后一个D选项 是曲膝和extend深 宽 所以典型的 我们郭升级级组 骨二头的一个动作 正确答案就应该是D选项 所以看到这种 看上去很复杂 指老虎 一桶就破 大家不要慌 先分析一下到底它是什么 抓住重点 首先你看到它这是手肘和 吸管底 就是上指和下指先区分开 我们正确率就一下子涂增了50% 然后你再把这个趋升搞明白了 百分之百拿下 好 我们看例题是2 The base ephemers can perform which action at the knee joint 一个 这个 骨二头肌 能够 perform 执行 什么动作 在吸管节 在吸管节能够做什么动作 骨二头肌 在吸管节 做的是曲这个动作 做的是曲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找曲就对了 A呢叫做flexion B middle rotation C circleduction D lateral rotation 正确答案显然是A flexion 曲 曲膝 有一点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曲 我们可以考虑这个外旋 但是如果要是有曲膝这个动作在 外旋就是第二选项 就不能比它更主要 在我们动作当中 肯定会有主要动作和辅助动作 那么两个都出现的话 我们要选这个主要动作 B选项是内选 C选项是什么呀 Superduction 是什么 循环旋转 就是在那里转圈 例题13 那 The pressure nerve Or the insertion of the bicep femur caused danger in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 Cytin nerve B Caman Prenum nerve C Posteral Tibium Entero D呢 叫做 Supness 的Vin 好 这道题说的是什么 一个压迫 Near 在附近 或 在什么地方 On the Insertion 这个Insertion是哪里 直点 这个地方叫直点 在直点 直点 起点在上面 直点在下面 起点是靠近中心线 这个直点是靠近四肢 直点 关于骨二头肌的直点 导致了什么呢 危险 以下哪一项是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我们找到重点就是 直点附近的骨二头肌 对什么有危险 A呢 做骨神经 B 是肥腫神经 C是 进骨后动脉 D是大眼静脉 这四个谁 能够满足这个条件 我们看一看啊 特别指出 在骨二头肌 指点附近 指于什么地方 先想想它指于什么地方 骨二头肌 啊 指于我们的 肥骨头 对不对 还记不记得啊 骨二头肌 指于肥骨头 在这 在这 他这中间有一个 神经 这叫什么神经 这叫 肥腫神经 所以骨二头肌指点这个位置 他的危险区 是一个神经 叫什么神经 肥腫神经 哎 肥侧嘛 肥骨的肥 因为他在肥骨头 所以呢 他是肥腫神经 啊 所以大家想想这道题特别指出 骨二头肌的指点 就是告诉你在肥骨头附近 实际上啊 他可以换一种问法 就是肥骨头附近 有什么神经 是你要考虑的 肥骨头附近有什么东西是你要考虑的 一般说危险区 说的就是神经比较多 大血管 神经或者大血管 而这个身体构造上呢 这个静脉比较浅 动脉比较深 所以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动到动脉 基本都是静脉是你的危险区 静脉或者血管 那么这个位置 肥骨头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的 匪测神经 悲动神经 这道题如果要是说问你股二头肌的起点 Origin 那应该是谁啊 有可能就是做过神经了 如果这道题没换的话 如果问你起点 那就是做过神经 因为我们学过股二头肌的长头剑 它所 附属的神经是我们的作过神经 也叫我们的 静神经在这 大家看一看啊 就在这边上它有 接触的地方 如果要是问你 它的指点 就是我们股二头肌的短头剑 在这 它是肥骨侧 肥动神经 这道题还是有点难度的啊 稍微给你调换一下 给你起点和止点换一换 其他字都不动 这道题就可以变成两个完全不同的答案 好 例题14 好 例题14 例题 动字 。 1 B 叫做 deletion of the blood vessel B 呢 digestion of the food in the stomach C 呢flexion of the basic fevers D 呢contraction of the heart 这道题问的是做什么题 我们看一看 哪一个是一个例子 哪一个是一个例子 关于 什么呢 肌肉收缩 肌肉收缩 这个什么 trigger 导致了 导致了什么呢 什么例子呀 躯体神经系统 躯体神经系统 就是我们身体的周围神经 这是躯体神经系统 这是另外一种写法 哪一个例子 关于肌肉收缩 导致了这个 我们看一看 A 呢 叫做什么呀 Galicious 扩张 关于血管 血管扩张 B 呢 叫做消化 食物在哪 在胃 胃的食物消化 C 呢 叫做躯股二头肌 最后一个是什么 是收缩 关于心脏的收缩 大家猜一猜 这道题应该是哪一个 肌肉收缩导致和神经系统有关 也就是说神经系统引发的肌肉收缩 是哪一个 对 C选项啊 其实这道题呢 说难呢 它也挺复杂 说容易呢 它也挺容易 啊 这个题就专门坑中产阶级的 啊 太明白的人一看也能做出来 啊 不太明白的学生呢 一看也能做出来 因为不太明白的学生就这两个字 肌肉 啊 肌肉 然后呢 这道题当中呢 只有这个躯儿头肌是个肌肉 啊 所以想哈 那就是它吧 啊 很明白的同学呢 也能知道 因为什么是神经刺激肌肉 为什么其他三个都不吃 啊 血管扩张跟肌肉一点关系都没有 消化 啊 这属于平花肌收缩 平花肌收缩 不太受我们的这个 控制啊 尤其是这个 我们的这个心肌 心肌收缩更不受控制 啊 他自己想跳就跳 啊 不是说你不想让心跳 他就不跳了 你控制不了 啊 你说这个 控制一下 我们这个 让 胃不要去消化 控制两个控制不了 啊 所以说唯一能控制的 啊 我们的神经唯一能控制 就是我们的肌肉的动作 啊 因此呢 我们选了这个C 其实看到这道题的时候 大家有一个很讨巧的一个办法 就是看这个 关键词 它提到了一个肌肉收缩 就算你这道题完全都没看懂 你了解到肌肉收缩 也能在这道题当中找到答案 因为只有一个C选项是肌肉收缩的 其他这几个都不是 啊 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肌肉收缩 你说这个心肌收缩吗 是啊 但是比较起来 最典型的肌肉收缩就是它 好 我们看立体师傅 Join a massage assessment a massage service to notice the limited external rotation 要cleanse the lower leg which muscle is most likely responsible for this condition a 叫做 semi memorals b semi ternals c record femurs d bessettefemurs 好 这道题题题目蛮长的 它说的是什么呢 好 这个是当一个 按摩评估的时候 这样摩师呢注意到这个 有一个动作啊 外旋 在客人的小腿外旋受到的一些限制 哪个肌肉负责这个动作 这个情况 提到了一个动作是小腿外旋 我们看看ABCD当中谁跟小腿外旋有关系 A和B半膜半剑 他们做不做外旋 大家想想啊 半膜和半剑 它在我们腿的什么地方啊 靠里面内侧 所以他们肯定不会做到外旋这个动作 大家注意啊 这是一个常识 它靠里的这个肌肉 基本上不用考虑它做外旋 它做不到啊 它做的话 有可能是辅助一些内旋 骨直肌做不做外旋 骨直肌是 区宽深吸 做这个直 直来直去的 对吧 它的位置呢 也很明显 正中间啊 这骨直肌 所以它肯定也不做旋 和内旋外旋都没关系 唯一有外旋可能性的 辅助外旋 就是我们的这个 骨二头肌 骨二头肌 它附着在肥骨头 所以呢 它可以做 辅助外旋的动作 这道提升去答案应该是D 好 例题是6 In order to trade a knee inflection contractor the practitioner would address what muscle A呢 叫做 basic femors B is all of C pernate quarter D quartered femors 好 这都是一些什么肌肉啊 问的是什么呀 好 In order of trade 就是你治疗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一个关于屈膝 收缩的时候屈膝 就是屈膝时候有蓝缩 这个按摩师注意到 哪个肌肉 它的目的是什么肌肉 治疗这个屈膝有蓝缩的时候 你看这个屈膝蓝缩 其实就是屈膝 它多给了你一个字 屈膝蓝缩 就是屈膝的时候抽劲 就说的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谁 当然治疗这个屈膝这个肌肉了 对吧 给了你4个 A呢 是骨二头 骨二头有屈膝的动作 B呢 是比目鱼记 比目鱼记 是没有的 它没有超过这个膝盖 比目鱼记的位置都没有超过膝盖 所以它没有办法做这个屈膝这个动作 如果要是说 肥肠肌 就有可能了 肥肠肌超过膝盖 肥肠肌是可以有屈膝动作的 C呢 这是什么肌肉 对 这是悬前方肌啊 悬前方肌还记不记得在什么地方 哎 悬前方肌在手腕上 在这儿呢 悬前方肌啊 悬前方肌在手腕上 悬前圆肌在手肘 一个悬前圆 一个悬前方 第一选项是什么肌肉 这是股方肌啊 这可不是股四头 这是股方肌 注意了啊 在我们宽部 所以 唯一和我们膝盖相关屈膝的 只有股儿头 其实你看它这道题 明面上看到是问你的动作屈膝 实际上问的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位置题 你知不知道这个肌肉和这个膝盖有关的 谁和膝盖有关的 只有这个股儿头肌和膝盖有关的 其他这几个都和膝盖没有什么关系 好 例题17 看 I want to relieve pain in the upper back of the tongue. A叫做Base ephemeral,Semi-tendent noise,Semi-membrous noise,B glottal maximus,Glottal middles,Glottal minutes,C required ephemeral,Vestal letters,Vestal minutes,D gas terminals,Solos, Planters,这道题词也挺多,肌肉也不少,我们看看他问的是什么 这道题挺有意思啊,前面全是废话,我们看一看 哪一个肌肉将要是一个什么呀,一个按摩师工作 关于什么工作呀,缓解疼痛,这一圈全是废话,一点用都没有 按摩师当然要缓解疼痛啊,还能给他制造疼痛吗 关键是最后一句话,在什么地方,in的,在什么地方 upper back of the tongue 关于大腿的上背部,这可不是后腰啊,是关于大腿的上背部 这可不是我们后背 大家看一看这个地儿啊,我们看一看 大腿,这是整根的大腿,这是大腿的前面 这是大腿的后面,后面的上面 大腿背侧的上面,其实说的就是什么呀 说的就是我们的hamstreet波升级机组 诶,同学说那臀部不算吗,臀部不算,臀部是我们的这个 臀部就是单独叫臀部,他不能管这个叫大腿的上背面啊 大腿上背面就是我们国升级的这个位置 啊,所以看这个描述,一看这个大腿的这个上背面 就知道,问的就是活升级 啊,如果要是大腿的正前面 那就是骨丝头 对吧 如果要是大腿的那侧面,说的是什么呀 我们的鹅族肌肩 啊,大腿的外上面,就是我们的这个 扩进膜章肌和我们的 甲净素 如果要是说我们的小腿的 背面 这说的是谁呀 我们的,哎,比目鱼肌啊 我们的这个肥肠肌啊,说的这个东西 所以这道题呢 重点就是看大家能不能看明白这个字 就是大腿的上背面 如果要是你能把这个了解了 这个词子我记明白了 认识了,哦,这说的就是活升级 那就好办了 我们看一看,就是A就是活升级级组 对吧,果二头,半剑半膜 那B呢,是臀部的三个肌肉 囤大肌,囤中肌,囤小肌 C呢,是我们的股四头肌的 啊,股直肌,股外侧,股内侧 最后也是小腿的 然后我们的肥肠肌,比目鱼 和我们的直肌 啊,直肌 我都讲直肌的时候,大家要先去看一看 这直肌很特别啊 好,那么这道题呢,正确的答案就是A选下 啊,看题的时候 啊,不要被这个题长提短 字多字少下着,我们要看重点啊 一下子要能找到,哦,这道题提点是什么 就是表示状态,表示位置的地方 啊 另外呢,这些肌肉要熟 啊,肌肉,每一个肌肉你要知道 它在什么地方 你都不知道这个肌肉在哪,你怎么判断 是不是 另外呢,这道题如果要改成这个大腿的前 前面 对吧 那我们正确答案就成它了 就是我们的股四头肌肌组 啊,所以这种题一定要分析 啊,要仔细分析,它到底问的是什么 例题18 A呢,叫做 semi-meminous B,semi-tendinous C,besi-phemous D,soulous 好,我们看看这道题的问题是什么呀 我们看看啊,这道题应该怎么理解 他说以下哪一个结构啊 能够 做什么呀 pulpet是处诊 啊,处诊,你用手摸到 叫处诊 在什么地方呢 the lateral of the knee 在膝盖的外侧 当什么时候啊 当客人屈膝的时候 在膝盖的外侧你能摸到什么结构 也就是当客人 屈膝的时候 在膝盖的这个外侧这个位置上 在这儿,你能摸到什么东西 给了你四个肌肉 A呢,是半膜 B是半剑 C,骨二头 最后一个是骨 这个鼻木鱼鸡 应该摸到谁呀 摸到骨二头 因为骨二头鸡的指点在什么地方 在肥骨头 对吧,在肥骨头 骨二头鸡指点在肥骨头 在这儿 所以你屈膝的时候 在膝盖外面能够摸得到这个地方 啊 他这道题给你的一个姿势 膝盖外侧这个位置 大家就想一下 这个谁在膝盖外侧 如果要是说膝盖内侧 Middle 那我们摸到的就有可能是这个半膜 或者半剑 对吧 那这个时候他肯定要给你留一个 啊 不是半膜就是半剑 其实这道题说了半剑 还是要考你一个位置 你知不知道这几个肌肉的位置 啊 在什么地方 当然了 他如果把这几个都改了 给你改一个肥骨头 是不是也是 肥骨 你能摸到谁 摸到肥骨 也算 也是正确答案 啊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膝盖外侧都有什么 啊 膝盖外侧有我们的肥骨 啊 和肥骨相连 附着点在肥骨上肌肉都是谁 好 例题19 When Pepin the lateral set of the populate fossa in resect knee join deflection which muscle tendon veo 还是这四个答案 应该选谁 换个马甲 也得认识他 啊 啊 这道题和上一道题 其实说的是完全相同的一件事 只不过他换了一种说法 他说当你触诊啊 一个外侧关于谁的外侧 他可没说这个小腿 他说是锅窝的外侧 哎 他说在触诊锅窝的外侧的时候 这是外啊 他说同学说我不知道怎么分内外啊 靠我们正中线叫内 靠我们身体的外侧叫外啊 这个叫内这个叫外 所以呢 锅窝的外侧就说的还是这个位置啊 还是我们的其外侧 他触诊这个地方你能摸到谁 半膜半剑 骨二头和 闭目鱼 上一个题 人家问的是什么呀 膝盖的外侧 这道题说的是锅窝的外侧 都一样 说的都是一个东西 虽然呢 他说呢 说这个有这个膝盖的区区 这已经不重要了 只要告诉你这个位置 锅窝外侧 我们就知道是谁 是我们的骨二头鸡 好 第一点二词 What muscle can extend the hip and flex the knee A呢叫10 surface a letter B adductor longs C Besiphemers D Pectules 好 应该是谁呀 C选项 这道题就太简单了 这哪个肌肉能够伸宽屈膝 很直白的告诉你了 直给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骨二头的一个标准的运动概念 身宽屈膝 标准的骨二头鸡的一个身宽屈膝的一个概念 这个动作是谁 这个动作是谁 就骨二头鸡 库尼波章鸡做什么呀 首先考虑到库尼波章鸡是外展 对吧 我们大内收长鸡做什么动作 内收 一看到人家名字都有内收 我们肯定是做内收 骨二头鸡就是我们的身宽屈膝 最后一个是什么鸡啊 吃骨鸡 吃骨鸡也是做内收的 好 以上呢就是我们关于骨二头鸡的一些理论概念和这个立体 骨二头鸡唯一的难点在于位置和描述上 它的动作已经非常非常简单 还有一些关于这个 不太常见的一些小词汇 这个大家熟悉了就行了 所以说骨二头鸡呢其实挺简单的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大家晚安 周末愉快 下周见